今天先講大戰 這場球一出正選陣容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高普的級數 起碼高過愛美麗兩個檔次 很明顯高普就是有做過我賽前預測所做過的沙盤推演 他知道阿仙奴的體能比較差 也不夠進攻點打主攻 所以阿仙奴的最佳取態就是我所說的穩守反擊 而高普是算出來的 如果阿仙奴一旦聰明這樣做 其實是會有少少機會拿回1分 而由於利物浦今季是希望拿英超冠軍 所以這個主場的3分是志在必得 結果高普就出了4個進攻點出來 一旦阿仙奴真的這麼聰明打這個穩守反擊的話 利物浦都可以用4個進攻點主攻面對密集 而且見到利物浦一開球是有少少想控球在腳的企圖 雖然賽事之後都是打來回高速球居多 但是他們有這樣選擇過 也顯示了利物浦這一邊是聰明的 如果真的可以全場打來回 全場都是打控球在腳的話 可以保存體能對曼城 而且今天見到沙娜拉回右邊 而瑞士大隻佬沙基里打回中路的主角 兩人多次出現漂亮的連結組織 沙基里有較好球出去 而沙娜有右邊插入 我所說的那條路 普通比賽就是給沙娜在中間減少肩膀受傷的壓力 去到關鍵大賽 沙娜打回右邊 做一隻綠葉 亦可以放大他靈感上身的機會 處理沙娜這個傷患的問題上高 高普是做得非常有條理的 不過你可能會問 利物浦今天是4-2-3-1 4-2-3-1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如果阿仙奴是要和利物浦打來回高速球 利物浦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會不會太過冒險呢 沒錯 理論上真的有些冒險 但是根據今天的現實情況 利物浦也說不需要那麼擔心這個問題 事關利物浦今天的體能是好過阿仙奴很多 壓迫是重金屬過阿仙奴 所以體能是可以彌補了不夠防守中場的問題 而且高普專門用了兩個最適合打來回高速球的中場中打正選 分別是韋娜杜姆和法彬奴 雖然一開球要控球在腳的時候 韋娜杜姆有點失誤 法彬奴不懂得連結一開頭做了方塞塞奇兵 但是之後一變回來回高速球的時候 兩人就發揮作用了 完全可以看到高普在正選結構上是花盡心思的 有兩手準備又可以主攻又可以來回高速球 相反愛美麗就雙形見不絕 一收到正選陣容的時候 就馬上已經有阿仙奴的球迷向我大吐苦水 當然主要的原因就是拿卡瑟迪又要坐後備 為什麼大戰都是不用最好的球員呢? 另外就是阿仙奴是打4-4-1-1 也似乎是早段想收縮防守區域 本來也是OK的 用藍絲打這個超級連結人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藍絲前面在4-4-1-1的結構底下 藍絲前面只有一個奧巴美耶 其實就沒有什麼反擊力而已 由於愛美麗是希望兩隻翼蕭比和尼爾斯都幫手防守 所以打反擊的時候又要叫他們上一上幫幫忙 對於級數不是這麼高的他們兩個來說 其實這個要求是過高的 即是又要防守又要進攻 而且打快攻就不適合長期依賴兩邊球員 打快攻應該是要向中路發展 所以阿仙奴今天一開始所選擇的進攻套路模式已經錯了 沒錯阿仙奴的入球是由兩邊球員炮製出來的 但是之後你還看不見到有東西看呢? 這一次這個入球根本是可一不可再的了 很明顯是利物浦自己後場斬高球失誤 立即打回頭一個偶發性事件來的 之後利物浦小心點的話 阿仙奴就再沒有常規的反擊可以打出去 為什麼會打不到常規的反擊呢? 明顯是肖俄比和尼爾斯級數都是不足的 他們是兼顧不太多的攻守工作 其實與其是4-4-1-1這麼高難度這麼高要求 為什麼不打回一個叫做4-3-1-2呢? 這個較容易執行穩守反擊的結構 三個防守中場其實穩陣一點 前面有藍絲超級連結人 和前面兩個高速前鋒奧巴尼爾納卡錫迪 這樣才叫做夠級數去打個常規反擊出去 可惜愛美麗沒有這樣去選擇到 傷了阿仙奴球迷的心 而且愛美麗一開球 還叫球隊後場猜球給利物浦迫到死了 在這個賽前的準備功夫上 前面高普就已經高過愛美麗一個檔次了 接著就要說到第二個檔次的差距 就是臨場應變的能力 剛剛也說過 阿仙奧本來是有可一不可在的機會 其實他們是首先領先的一隊 十分鐘的時候 利物浦出現罕見的一個失誤 就是路夫雲後場斬高球不到定 變成了半送禮 又這麼巧被阿仙奧掌握到 燒鵝被納克傳中 本來進攻的利物浦後防線 突然之間要防守反應不及 結果被阿仙奧把握到千載難逢的領先機會 但是外美麗捉到鹿 吳脫角不止 還要放山上鹿 這一下就真是大敗的關鍵 作客是領先了 但是還是不去選擇打 穩守反擊 哪有可能反而還去打來回高速球的呢 就算你說得勢不饒人也好 也要看看自己的身世 級數和體能都在對方的之下 那還哪會有本錢 和對手利物浦去打來回高速球 其實明明一開球 是有少少收縮的企圖的 為什麼反而領先了之後 就再沒有收縮呢 一走去打來回高速球 就即死了 眨眼就立即被利物浦反超前 簡直是愚蠢無極限 就算你說利物浦有四個進攻點沙拉 右邊沙基里主角 利物浦有撕破密集的能力 加上阿仙奴反擊級數不足 也很大機會狡手必失 為什麼不可以選擇 押出去打來回高速球 去放大利物浦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問題呢 答案就是雖然無論是阿仙奴選擇收縮防守區域 還是來回高速球也好 阿仙奴也有機會輸 但是分別就是遲些輸和快些輸 而兩者其實是可以差很遠 遲些輸的話 甚至可以是不用輸的 我以下是會解釋一下為什麼的 阿仙奴的體能跟利物浦真的差很遠 一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就很快要輸就快些輸了 結果事實就是這樣 利物浦一重金屬壓迫 即刻可以用到速度過了阿仙奴中場的位置 直接去面對阿仙奴的後防線 由於是打高速來回球 所以阿仙奴的後防線 是要不停上上落落 要回防 這樣的話 就會放大了阿仙奴後防線 級數不足的問題 雖然利物浦首個入球是很有運氣的 但是你也要想想 如果阿仙奴是堅持收縮在後邊 留在後邊的話 後防線 就不會深度不足 就不用跑回去 這樣的話就可以減少失誤的機會 但是一打來回高速球 就很快要輸 要跑回去 結果放大了利物浦把握運氣的機會 所以這球球要輸 而不足幾分鐘之後 大家也看到單眼殺手 怎樣去玩殘阿仙奴的一對中路手仗 防守球員這次又是要跑回去 結果又是容易判斷失誤 這次判斷失誤的就是梅斯達菲 其實他本來是有時間走過去對著單眼殺手 但他竟然之間是選擇太快 躺在地上那裡 也躺下去了 又不去 無緣無故又收腳 其實那一刻拿張王牌便算了 不過說到底搞到這麼狼狽 他本來都是因為選擇錯誤地打了來回高速球 要後防線匯防 所以更加應該要選擇收縮防守區域 讓後防線不需要匯防 這樣就是可以捱到一段時間回來的 沒錯 利物浦今天是很厲害 四個進攻點 但是法賓奴面對密集的時候 通常都會派牌失誤 利物浦今天的派牌其實並不是十分之強橫 都會削弱了利物浦自己的主攻能力 那阿仙奴這樣的話 不是說沒得打的 最壞的打算只不過是半場1比1 就是輸的那球是角球球 一定要輸的角球球 但是都可以叫做捱下去的 捱 捱到下半場 那阿仙奴就會有一點空間 可以轉結構 轉4-3-2 就用艾難尼打回防守中場 三個防守中場加強防守力再換 再換拿卡錫迪進來打反擊 增強反擊能力 這樣的話就最貼近可以獲得一分 即是你選擇和利物浦去磨去捱的話 或者有機會不用輸 就算要輸也是僅輸2比1 不用輸到5比1 輸太多的話會有機會影響聯賽 即是分榜最終的排名 所以遲些輸和快些輸 就是有很大的分別 來回高速球弄得太快落後的話 就會永遠無法再去玩 穩守反擊 在體能永遠都差過利物浦的情況下 要打來回高速球 結果就是要大敗 就算我都認同最後12馬是誤判 場賽事應該是4比1 而不是5比1也好 這個4比1也是大敗 你聽完我分析之後 就會明白這次的大敗可以避免 可惜愛美麗完全不懂得臨場應變 而且輸到差不多要放棄賽事的時候 才換拿卡錫迪進去 在臨場應變的範疇裡又低過高普 一個檔次 計算賽前的準備功夫 愛美麗一共低過高普 兩個檔次 愛美麗的強強對決始終都是她的致命弱點 她只可以靠重金屬的壓迫作為她的最後保鏢 她贏熱次也是靠保鏢 但是一沒有重金屬的體能保鏢 她就可以馬上輸給熱次和利物浦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一用盡了體能紅利 一過了蜜月期 就會馬上進入黑暗時期 沒錯 對於某些阿仙奴球迷來說 即使英超拿第六 但是只要踢得比以往燦爛 都可以說收貨 但是事實上 又真的有不少的賽事和失球 是很冤枉地 因為戰術嚴重失當 而導致輸了或者失了 愛美麗的功力始終都是只可以令到阿仙奴燦爛些 但是沒有辦法令到阿仙奴提升穩定性 這樣的話都很難有長遠的成績 甚至乎是會用盡體能後 發生後遺症的情況 當然如果能夠大開水喉 找一些高級數的球員回來 或者可以自動波幫一下愛美麗 但是如果耐不耐在強強對決裡 又有嚴重的失當傻仔戰術出現的話 去到最後又會好像變回混家 那時候留不住球星 這樣的話又會去到惡性循環那裡 那我就在這裏 唯有希望愛美麗加速吸收教訓 其實他的進步太過慢了 在他的職業生涯裏面 執教的生涯裏面 實在有太過多給人反超前的例子 教巴黎的時候 給巴塞、給黃馬反超前 今天就被利物浦反超前的 贏球變輸球 很明顯是戰術出了事才會導致這樣 好了,跟著我們就說一下利物浦 今天就是文尼踢得有點亂 不過都算勤力和幫到手壓迫的 而且高普就真的接近沒得彈 剛剛都說過 他賽前的部署是極度聰明的 部署一早是好的 有兩手準備的話 臨場應變其實就不需要怎樣做事了 賽事是會跟著他的劇本去 直到事實和劇本有相差 教練才需要做事 不過看上去都證明了高普賽前的計算完全正確了 就算你說法賓奴始終有少少失誤也好 但是高普選擇用他背後是有理由的 打回來回高速球的時候 法賓奴就很幫到手 可以幫到防守 解圍、攔截 而且他制空拳很好 跟著就是今天的沙拿打回右手邊 發揮他的速度 沙拿一進入右邊的沙拿地帶 就搏到12碼 那球也真的要稱讚艾利神 可以立刻及時 踢到一個超級準確的長傳出來 找到單眼殺手 而單眼殺手今天狀態是非常之好 要稱讚 做了超級連結人 跟著去到4比1的時候 高普就立刻調回沙拿 入中路那裡 減輕他肩膀傷患的壓力 這裏也是稱讚非常之有計劃的 而且這個調動那裡也是夠早的 62分鐘經意調動 就是給文尼休息 78分鐘給韋拿道姆休息 也用了第三個換人名額 而且故意給拉難拿和佳尼這些 比較少上陣的球員上來踢 一來可以給一些信心 第二來可以給正選休息一下 很多細節也指出了 就是今天的高普運籌為壓 冠軍的霸氣開始出現 還可以用這麼強的霸氣 去準備對曼城 唯一擔心的地方 今天賽事沒有給單眼殺手 以及沙拿休息一下 看看會不會對曼城的賽事有所影響 接下來也會預測一下 曼城和利物浦這一場是頂級的大戰 是完全關乎今季英超冠軍的大戰 記得要留意 另外來到這裡 記得要留意這個廣告的位置 當看到的話 記得幫手按下去 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市場出來 以及播完廣告片 播完廣告片的話 真的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收入 有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每天為大家出到片 記得要訂閱賣 按鈴鐺 方便收到我的出片通知 現在假期 記得多點進來幫忙 小弟當然感激不盡 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發現 手機片下底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記得按下去彈一些廣告市場出來 另外電腦那裡 如果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的電腦那裡 裝了Block Act的程式 擋廣告程式 只要關掉程式 就會發現電腦片裡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按下去彈一些廣告市場出來 這樣就很幫到手 另外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連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連會 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連會 在廣告片右上角 下一條片就講熱詞 拜拜